為什麼要把奴性當作愛的表現 為什麼要讓你的另外一半 在公開的場合 展現得很沒有尊嚴 這個真的不是愛的表現 這也不是一個對待一個你愛的人 該有的態度 Hi 大家好 我是Nancy 週日的影片終於更新啦 我前面兩週因為都在搬家 所以就是休息了兩個禮拜 然後呢 從現在開始我就會持續的每週日都會更新 然後所以現在就立刻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幫我按讚 按這個影片的讚 好 那我今天呢 想要來跟大家聊一聊一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老實說有點不太理解 就是為什麼要把奴性當作愛的表現 因為我前一陣子在YouTube上看到一個影片 然後呢 那個影片裡面基本上就是 就是男友做了很多事情 都讓女生心花怒放加分的事情 點進去看我真的就是覺得 問號一百耶 就是 舉例 在外面走路走到一半 鞋帶掉了 然後男友跪在地上幫你綁 就是 影片中覺得那是一件很加分的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 幫忙提小不垃圾的包包 影片中它也是很加分的事情 還有呢就是無論到哪裡都要結送 也是一個 Apparently很加分的事情 我不知道到底是我的問題 還是怎麼樣 但是我看完那影片 我真的很傻眼耶 我就覺得 天啊 這些事情是加分的嗎 就是 為什麼要讓你的另外一半 在公開的場合 展現的很沒有尊嚴 然後這樣是一份加分的事情 我真的很不理解 就是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告訴我說你們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我的想法 我先舉例 接送這件事情來說好了 我是一個 從來不要求男友或老公接送的人 如果要接送就是 順路 如果是順路的話 你就順路來接我 然後是順路送我去上班 但是如果不順路 我就覺得 Why 因為 我從來不會希望 我的另外一半是 只要我有需求 就要放下手邊所有事情 來接送我的人 因為我覺得 大眾交通工具很方便啊 計程車滿街都是啊 你就算半夜三點出門 也都有計程車啊 還有Uber 然後公車捷運都可以 到底為什麼要接送 我的邏輯是 我覺得 那如果這個男人 他 每一天花費這麼多時間 在接送你 表示 He has nothing better to do 就是表示他的人生沒有更重要的事情 他可能或許人生沒有太多的成就 所以 他才可以 有這麼多閒工夫 每天送你去 然後再自己去別的地方 所以 像我現在也是 就是我現在搬家了嘛 所以其實我 現在離我原本的公司比較遠 就是以前我的公司跟家裡是 我走路就可以到 大概十分鐘就可以走到 但是現在比較遠了 然後現在也是就是 麥克他通常都比我早出門 如果他出門 然後順路的話 我就說好 那你順便送我去公司 但是如果是不順路 我就覺得那我就自己做Uber啊 自己坐計程車就好了 就是我真的覺得 接送這 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一個愛的表現耶 就是我覺得如果是擔心安危 其實你坐Uber可以 傳那個 你的地理位子啊 然後等等的 就是 關心安危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必要 就是這個就是愛的表現 就是他這個人要 很關心說 譬如說你半夜出門 是不是安全 有沒有從安全從A到達B 我覺得這個關心就是愛的表現 但是接送 就是放下手邊的一切接送 真的 我不認同 然後 還有那個 綁鞋帶 我會是問號一百 除非你受傷 或者是你懷孕 你知道就是如果真的肚子很大 你是真的看不到自己的鞋帶 那個是真的需要別人協助 但是除此之外 到底為什麼 要在公共場合 然後好像 把自己表現得很高高在上 然後另外一半就是要 這樣子彎下來 要跪在地上幫你綁鞋帶 你就會覺得 這是一件很加分的事情 我的邏輯是 我希望在外面 別人看到的 我的另一半 跟我之間的關係 是很對等的 然後 我希望別人看到他的是 他最好的一命 所以 我不會做任何事情 讓他在對外 感覺是比較 放低尊嚴的 因為我覺得 何必呢 我的想法是我覺得 你的另外一半 其實某種程度上 也說明了 你自己 是什麼樣子的人 你的程度到哪裡 所以你如果對外 不斷的貶低你的另外一半 其實就也說明了 你也沒多好 因為 如果你把你的另外一半講得很差 那你還跟這樣子的人在一起 那岂不是表示 你也沒得選嗎 所以就表示你也沒多好啊 所以我真的 我的邏輯就是 So confused 我看到那個影片 我真的很confused 我想說 到底為什麼 到底是我的問題嗎 還是怎麼樣 就是我 我會覺得 對外 不是說刻意 要做面子 或什麼的 就是我就覺得 這就是一個 互相尊重啊 如果我在外面 他叫我蹲在地上 幫他綁鞋帶 我會覺得 Are you kidding me 就是 為什麼要這樣子 有手有腳 你不會綁嗎 那我就覺得 沒必要 我真的覺得沒必要 所以我覺得 很多人 尤其很多少女們 會很容易把這些 奴性 或者是把 好像 男友 表現得很低下 比如說在外面鬧脾氣 然後在那邊 在大庭廣眾之下 跟你道歉啊 然後 求你啊 什麼的 你會覺得 自己好像很被愛 我覺得這一點都不是被愛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錯誤的虛榮感 對 所以 這個真的不是愛的表現 然後 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 對待一個 你 愛的人 該有的態度 跟行為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今天 我看到那個影片 我就是情緒很激動 然後我就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在禮拜天晚上 跟大家分享 這一件事情 就是 我當時看到那個影片 因為他就是在 trending 就是YouTube的trending 好像就是 很前面的排名 所以他的瀏覽率很高 然後我看到下面的留言 大家都說天啊 什麼這樣的男朋友去哪裡找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價值觀 不可以被傳遞下去啊 就是 你的男友在你面前 展現出 這樣子的奴性 真的不是一個愛的表現 對你也沒有加分 對他也沒有加分 感情之間就是應該要 兩個人是要很對等的 互相尊重的 就算 你們兩個人本身的關係 不是這樣子 我覺得你們關起門來 自己在家裡就是 一個就是大男人 一個是小女人 這是你們兩個相處方式 我覺得這樣都很OK 可是在公共的場合 就是 不要要求你的另外一半 去做一些 需要放下很多尊嚴的事情 當你的另外一半這樣要求你 你也不要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 對於外這樣子真的 不加分 也不好看 就是 尤其是在外面 我覺得你展現出 雙方 給予雙方 互相的尊重 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對 因為他同時也說明著 你是什麼樣子的人 就是你是什麼樣子的人 才會跟什麼樣子的人在一起 所以呢 千萬不要把這種奴性 或者是很放下尊嚴的事情 當作一個愛的表現 因為他不是 因為他不是 OK好 那以上呢 都是我個人的想法 我知道可能會很多人 disagree 或是什麼的 就是 禮拜天的這個我就是 只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的想法 那 大家可以認同 可以不認同 然後都很歡迎 大家就是在下面 可以留言跟我討論 那 禮拜天的 這個 回歸 休息兩週回歸的第一支影片 就是 我覺得 應該算是輕鬆吧 因為我就是很突發性的 發生了這個 東西 然後想要跟大家分享這個想法 那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 如果有任何問題 或是想要 呃 跟我聊一聊關於這件事情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我們下週見囉 掰掰 我們下週見